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前面我们讲到了农业的新发现和新主张 接下来我们又讲了几种主要的农作物的训化 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农业革命几乎同时在七个地方展开 就是所谓的七个农业起源地 包括我们的东亚地区 西亚 北非 南亚 还有我们的美洲 这么多地区几乎同时的发生了农业的事件 而相对来说欧洲中部就比较晚一些 为什么有这么一些情况 主要的原因我们还是要看 这个主要的原因还是气候的变化 在很多人的意识中 地球可能就一直是像现在这样 气候变化 都是跟现在差不多 千万年都是这个一个样子 但实际上地球的气候变化 是远比我们想象的剧烈 大概在1.2万年前 地球还是处在一个比较寒冷 干冷的冰川时代 我们看的动画片 冰川时代长毛巷 那些都是在一万多年前的景象 而仅仅是在很短的几百年的时间里 或者一两千年的时间里 这个气候就陡然地转暖 这个气候变化是非常的剧烈 非常快 在这个周期 就是我们在这个 在这个变化的周期的这个时间 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我们以为正常想象会慢慢地变 但实际上我们在这个变化的 这个事件实际上是在很短的一个时期 几百年 一千年就完成了这么一个急剧的转变 就转成我们现在的所谓的全新式 一个温暖潮湿的 适合我们人类居住和生长时期 这世界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 这个气候事件 不单是在这个气候上 对我们的人类的生存环境 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比如说美洲的这个印第安人 由于这个气候的转短 印第这个美洲和摇大陆 开始隔绝上了 隔绝开来 摇大陆的文明和美洲的文明 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这就是最明显的一个事件 另外呢 由于这个气候转短的事件 这个海平面呢 上升了大概有 接近一百米这么一个水平 所以呢 大量的这个原本的这个海床啊 被淹没 很多实际上很多遗迹呢 据我们推测呢 还应该在海底 因为人类呢 喜欢在这个水边居住 有很多的资源 所以现在的海底呢 应该有大量的当时的考古资料呢 是还没有被发掘 确实呢 这些东西确实很难被发掘 上次我们提到这个 以色列的这个史前考古的这个遗迹的时候呢 它就是因为啊 一个偶然的事件呢 导致这个湖泊的干旱啊 才导致这个底下的史前的农业的遗迹的出现 那两万多年前 我们相信呢 这不是一个孤立 首先呢 我们看农业革命呢 在这个时期发生呢 主要是内外呢 共同作用结果 第一个呢 就是狩猎工具的改进呢 使得这个 这个猎杀的这个动物呢 这个越来越容易 在一万多年前 两万年前的时候 人类大面积的使用什么 弓箭啊 弓箭是一个 这个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是个武器啊 它对这个猎杀来说呢 效率大大提高 但是呢 由于气候的转暖啊 大量的动物呢 进入这个灭绝状态 一方面是我们的这个 狩猎能力的提升 另一方面呢 由于气候转暖 大量的动物呢 很难适应气候呢 产生了灭绝 比如长毛象 猛马象 我们说的猛马象 披毛锡啊 这些寒带动物 以前的寒带动物呢 在广袤的这个 摇大陆上呢 是这个分布是非常广 但是呢 气候转暖以后呢 这些大型动物呢 迅速的灭绝 这个时候呢 人类的这个食物来源呢 就变得更加的怎么样子紧张 就迫使人类呢 怎么样呢 增加更多的 这个植物类的食物 就采集更多的植物 而这个时候呢 这个原本呢 在生活比重中并不高的 这个采集和灵性的种植呢 被更多的 由于这个肉食类食物的减少了 灵性的种植呢 被更多的怎么样了 采用 就是种植了更多的 这种草类食物 而造成呢 作为怎么样的 食物的来源 另外呢 这个一个居住环境呢 也发生了一个变化 我们注意到这个 不管是这个30年代的 查尔德 还是当代的这个 这个农业史学家 比如说阿兰 洛森 都认为啊 气候变化是推动农业革命的 重要因素 比如原先湿润的草原呢 变成了沙漠和绿洲 这些居住在这个草原的居民呢 不得不怎么样呢 迁往这个 这个 比较狭窄的地界 绿洲地带 这个绿洲地带的土地 和供养的这个动物 显然是很少的 那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必须 增加这个单位 土地的产出 才能怎么样 供养这么多人口 所以呢 种植啊 是一个不得已 不得不的一个选择 必须种植这么多草 才能生存下来 不种 如果靠狩猎采集的方式呢 这些人必然会被饿死 这些去 这气候变化呢 引起了一系列的变化 也就是在人类历史中呢 气候变化往往被忽略 所以但实际上呢 气候变化呢 引起了一系列变化 会给社会呢 也带来了一些新的变化 这就推升了 这个农业革命 有的历史家 还做了一个估算 就是拿这个 新月地带 以新月地带 就是最早的这个农业 大规模农业 这个地区来看 在这个1.5万年前 人类 狩猎采集的时候 巴勒斯坦地区的这个绿洲啊 一个绿洲只能供养呢 就是100多个人的这么一个成员的一个部落 但是到了1万年前啊 这个 捷里科地区的这一个绿洲呢 大概呢 据估算呢 可以供养超过1000人 就是说增加了10倍 就是农业的 即使是原始的农业呢 它的产出和供养的人口呢 也比这个狩猎采集呢 增加了10倍 也就是说在气候变化时中呢 原本广袤的这个狩猎采集的这个领地呢 消失了 人类呢 退缩到绿洲之后呢 不得不采用这种啊 更为高效的啊 支撑更多人口的这么一种生活的方式 另外一点呢 我们还要注意到这个 冰川期的结束啊 1.28年前冰川期结束 这个人们呢 使得获得了相对的湿润温暖的气候 这首先是相当于啊 怎么样呢 相当于这个啊 给农业创造了很好的 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在冰川溶解时代呢 出现了所谓的这个周期性的洪水 这些洪水呢 给两岸呢 带来了怎么样肥沃的这个淤泥 而且不光带来了淤泥 我们注意到洪水冲过的土地呢 它相对比较平整 也确实比较利于怎么样 人类种植 人类只是要把种子撒下去呢 就可以获得收获 而这种习惯呢 在古埃及就特别明显啊 西罗德德就记载了这么一段这个历史 说这个古埃及的农民呢 可以毫不费力啊 他说他原来是说 比其他农民都要容易的获得怎么样呢 大量的这个食物 为什么呢 农民们等到尼罗河水泛滥之后呢 把种子呢 撒到麦田里 然后呢 就把猪啊 牛啊 这些牲畜呢 赶去采这些淤泥啊 然后呢 只要等到收获季节去收获就可以了 他不像我们这个东亚或欧洲的农民啊 需要辛苦的耕作 开垢土地 平垢土地 而这个尼罗河流域的这个农民呢 他只要等待泛滥 把土地冲平了 然后重新把种子撒上去 来年就可以获得收获 或印记 过几个月以后就可以收到这个 他们想要的这些东西 所以这就是冰川的气候变化 带来这个周期性洪水呢 也给农民呢 带来一个新的好处 而且我们还要注意到呢 所谓的古老的文明呢 大多是鱼 这个河流啊 周期性泛滥的河流为基础的 比如说我们中国呢 黄河文明 黄河流域的文明和长江流域的文明 这些呢 都是有一些 在史前呢 我们都是相信呢 有这些周期性的泛滥带来这个开垢的便利 古代人也是非常通 他等到雨季的时候呢 人就退到高处 等这个烟 烟完了再撒 撒这个种子 等到后期呢 才筑坝 因为这都是后期 后期这个耕地更多一些 所以我们看到啊 这种 河流和文明的关系就特别明显啊 我们长江流域啊 黄河流域 两河流域啊 梅索宾 不达米亚的啊 又发拉底河 底格里斯河啊 这个这两河流域 也是人类文明孕育的一个基础 在史前时代呢 实际这些地方 我们相信也不是一个沙漠绿洲 更多的应该是这个 类似埃及的 它冲出冲出来的这个淤泥上呢 开展了先气的这个文明啊 所以呢 我们看到的这种冰川的溶解呢 也给啊 这个这个农业的集中的发展呢 带来一个契机啊 就是周期性的这种 河流的泛滥 给这种产生了大量的平整的 有淤泥的啊 适合农业生产的土地 农业呢 也自然的啊 发生在这个地方 接下来我们看啊 在这个漫长的时间里呢 我们看到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之前 没有办法 发展农业 就是我们在这个1.2万年之后啊 这个农业的就迅猛的发展 为什么之前没有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以冰川为例啊 就欧洲为例 欧洲的冰川呢 在这个冰川集盛时期呢 就欧洲最南部的 西班牙地区呢 是冰原冰川的南沿 也就是为什么欧洲没有早期的这种 农业啊 我们看这个以色列2万多年前 有农业了 然后中国呢 看到大概 一万五年前 五千年前呢 也开始有水稻种植了 为什么欧洲没有 欧洲那时候都是还是冰川啊 所以人们只能在那个地方怎么样 进行狩猎采集的生活 所以那个时候呢 欧洲的主要的这个方式是狩猎采集 农民呢 我们说呃 现在基本上认为呢 呃 欧洲的农民呢 主要是来自这个中东地区迁徙过去 就是大概这个实际事件呢 应该发生在八千到九千年 八九千年前这个时段啊 大量呢 啊 这个中东地区的这个 人口呢 进入啊 中东地区的农民呢 进入欧洲 好了 我们就看到了 就是说 这个 农业革命呢 它是一个 内部人口的内部环境压力增加 和外部环境的这个变化 共同促生的这么一件事件 啊 它对我们人人类社会的生活呢 影响是比较深远的 首先呢 和狩猎采集的 我们的生活方式就不一样了 农业需要怎么样的 需要这个人定居在这儿 我不能走来走去 我今天把这个麦种到那儿 我过几个月再回来 再采 当然这种方式想起来很浪漫 但问题是 你如果不住在这儿 你再过几个月 你回来的时候 你的庄稼被别人割走了 怎么办 被别人收走了 怎么办 啊 另外就是农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 我种的庄稼 那我能不能把它收了 被别人收走了 怎么办 这不是一个道德问题 这是一个生死犹关的问题 如果一个史前时代农民 他种的庄稼 被别人收走了 他面临的命运只能是死亡 只能是被恶死 不是说我收了一个 我吃点亏的问题 它是生死犹关的问题 所以这一系列的问题呢 就产生了后来的 我们说的文明的一个基础 我既然中了这个庄稼 我就要把它守住 我就要把这个收成的 守到来年 而且收成 收到来年还不算 我要收到以后呢 由于我一次性的 要收一年的粮食 要够我一年吃的这么多食物 这个时候我保卫这些食物呢 也成为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这些食物被人抢怎么办 被别的部落抢了怎么办 所以呢 一旦农业出现以后呢 这种类似防御攻势的军事化的 这个部落社团之间 大量的这个军事化的 这个行为呢 就出现了 我们各个这种时间 包括中国的时间里 都可以看到这个 士族部落外围呢 有一些警戒的壕沟这样的 这个措施 到了后期呢 就开始筑墙 比如说我们 陕北 陕北就出现了 四千多年前的 一个遗址 它就开始出现怎么样 用石块 垒起了这个墙 这些行为呢 是遍布世界各地的 这是一个自然会发生的 就是你有这个东西 你不管是筑墙也好 挖沟也好 你必须要保卫你的 劳动的果实 这就催生了怎么样呢 私有制的待生 就是在狩猎采集的时候 我打了一只牛 这只牛很大 我一个人肯定吃不完 我需要怎么样 和所有的成员分享 这就是公有制 这公有制不是说 他的这个所谓的道德高尚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 说我今天打到牛 跟别人分享 明天别人打到牛 也会跟我分享 如果今天打到一只牛 不跟别人分享 后天人家打到牛 也不跟我分享 我会面临被饿死的困境 所以它是一种非常实际 和符合大家利益的 这种安排 就是说 共享 共享的这种方式 在狩猎采集中 是符合当时的 这个生存的需要 也符合这个实际 大家各方的利益 而到了农业社会 这种 这种方式 完全不一样 农业社会 我需要 我种植的 不管是我一个人也好 是我一个家庭也好 我一个部族也好 我必须要看住 我这个种植的成果 我不可以让别人 抢走这些东西 而且我必须要保卫 我的这个劳动成果 这就后来催生了 国家文明军队 这样的东西 因为这个时期 我们没有财产 没有这个食物 是没有发生的 我们食物必须 做成一个柱存 柱存起来 农业的一个特点 就是我种了这些食物 我必须一次性采集 然后怎么样 使用很长时间 和这个狩猎采集 是不是 狩猎采集 基本上是我今天采一顿 我今天吃 或者吃几天 他不如我今天采一顿 我吃几年 农业则恰恰相反 我采一顿 吃半年 吃几年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 农业为什么会 为后来的 这个人类社会的复杂 带来一个 这个 怎么样的 抠这个 抠到这个扳机了 这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都是从农业 可以引发的 就是人类的行为 完全是由于这种农业 这种生活方式 催生的 另外呢 农业对人类 的行为呢 也产生了另外一层面的影响 就是对总体的 时间的这个 生活的规划 就是人类呢 有了农业以后呢 人类必须对自己的生活呢 有所规划 比如说呢 人类意识到啊 古物 就是粮食的集中的产出呢 会给人类带来更多的食物 但往往在收获的季节呢 这个自然界的这个猎物呢 也相对较多 可以获得怎么样呢 比较好的 这个 狩猎的 这个 收获 也就人类可能呢 会在秋天呢 依旧去打猎啊 把当天 当季的这个猎物呢 吃掉 然后呢 把粮食呢 储备起来 过冬 也就是说呢 在最佳的捕猎的时期呢 人类还是会采集这个 采用狩猎 采集的生活方式 而等到冬季 食物匮乏的时候呢 人类呢 自为拿粮食呢 用来冲击 这样呢 人类就被迫呢 也就是不得不呢 对一个时间年月日呢 会有所了解 就这个时间的概念呢 必须呢 有一个新的理解 有了时间的概念以后呢 人类呢 就会对我们总体的生活呢 做出一个规划 这也是农业呢 带来的另外一层的这个冲击 没有农业呢 这种冲击呢 显然是不充分的 就是没有 可能游牧民族也有 但显然呢 不像这个 这个农业这么强烈 农业必须是在怎么样呢 适当的时机呢 播种适当的时机收获 所以呢 人们呢 就慢慢的产生了 这个时间的概念 另外呢 对整体社会 和整体的个人的行为呢 都会做一个 长期的规划和安排 也就是农业社会呢 不仅塑造了人的 这个生活方式 这个食用食物的方式 也塑造了人类的社会形态 和行为的形态 从原来的这个 狩猎采集就叫什么呢 快速消费啊 得过且过 我们现在的话 得过且过 而农业社会呢 就不叫得过且过 叫长远谋划 从得过且过的社会呢 过渡到一个 长远谋划的社会 从得过且过的个人呢 过渡到的 长远谋划的个人 这些变化呢 都是一系列的农业革命 带给我们的变化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个方面 往往呢 对我们所忽视 我们看到国家文明 筑藏的单括文字啊 这都是这些 农业商业 催生的一个结果 而且呢 等到这个农业的规模 一大以后呢 由于保卫 这个果实的需要 这个士族联盟呢 成为一个 必须做的事情 你就说 当一个士族 几百人的士族呢 我不足以保卫 我的这些粮食的时候 我需要和别的士族 进行联合 等到这个联合 成到一定规模的时候 就成了一个所谓 所谓联合酋长的 那么一个概念 联合酋长就是 我们现在 这个我们还可以听到 这个词就是什么呀 阿联酋 就联合酋长 就相当于一个国家了 由于保卫 这些东西的需要呢 这些士族部族呢 他会进行联合 由于保卫 这些粮食的需要呢 人们需要兴建 军事堡垒 以至后来的城市 另外呢 我们也看农业革命呢 他发生的也不是一朝一夕的 即便在农业革命之后呢 我们看到呢 在一些地区呢 他只要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 还能保证呢 当地的人呢 还没有 急于转入这个 所谓的狩猎农业的方式 农业当然我们认为 所谓用我们过去的时候的教育 就是所谓先进生产方式 但狩猎采集并不急 我有肉吃 我为什么要 要吃那些草籽呢 所以呢 我们还可以看到了 即使在一万多年前啊 中农地区呢 农业高度发达的这个地区呢 还是有大量的部族呢 他们的生活呢 还是狩猎采集 只要我的生活有肉吃 我干嘛要去吃那东西 包括一些非常先进的 就当时的技术非常先进的部族 他们还依旧呢 以这个狩猎采集为主 比如说我们看呢 那个吉克贝利 这些土耳其的一些地区 它那个石雕呢 在一万多年前 做成巨型的石雕 这是匪夷所思的一些成就 但是考古学家呢 发现他们还是怎么样 还是一个狩猎采集社会 而且这个 由于了这种农业的这个发展 而就慢慢呢 人类就开始分成啊 这个人群 中冬人群就开始了 农业和牧业才成分化 在这个南欧地区呢 慢慢就形成了 游牧民族和这个怎么样呢 这个我们中冬地区啊 这个土地两颗流域的怎么样呢 农业 比如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呢 在亚欧大陆上生成 这也是亚欧大陆特有的一个特色 那美洲就没有 美洲就没有游牧民族 很简单 美洲没有大型的 很少有大型的这个 这个深处被驯化 除了这个美洲驼之外 美洲驼呢 大型的三地 而且美洲驼还没有那么大规模的 足以支撑大量的人口 所以他们还是需要以农业为主 所以这种环境的决心决定了这个 我们当时亚欧大陆的社会形态啊 没有农业的产生 也就没有房屋 这个聚落 也没有后来的国家啊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农业的一系列革命啊 农业产生和农业产生的一系列的这个变化 好了 我们就简单的啊 把这个农业革命呢 讲了一下 包括啊 农业革命的一些新发现啊 主要的作物 和农业革命催生的 这个后期的这个社会的一个复杂化的变化 好 这里是老河刷三观 用科学来解读历史 今天就讲到这里 先欢迎了下期收看 再见